大家好,我是維若Kristina 這是我的新頻道《遼目光行者》 可能有人會問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頻道? 什麼又叫做《遼目光行者》? 在近快30年前,就是在我26歲的時候 因為每天早上的禮服送進的英語之後 他開啟了我們遺失的記憶 包括跟我有緣的人 可能在他的圖頂上會有一個小視頻 播放著大概30秒或是幾秒 他們的前世 之後呢,大概經過了很多的考驗 也就是說這將近快30年 不管是在工作事業上、感情上 家庭上、人際關係上、身體健康上 無一不考驗我 有非常多的挫折 前幾年吧 因為嚴重的幼怒症 造成我很大的困擾 那現在呢,經過了兩天的時間呢 不斷地在內心的心理上面 自我成長 以及往內心內觀 找到了我自己 我也希望能夠 藉由我的經驗呢 能夠分享一些 給同樣在心靈大物上面 成長的人 熟悉一個體體意識 那現在呢,就是面臨到一個 就是需要走向心靈上面 大家希望在靈性上面 得到一些揚聲 那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 讓物質跟心靈可以的平衡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在物質上 更重要的是 我們跟自己內在 自己的一些 跟你內在小孩也好 或者是稱為高我也好 就是在心靈上面的一個探索 就是說 黎人的症癒在哪裡 我想可能 可以一起呢 做這個靈性上面的一些成長 那也希望說 如果有您的看到我這個品牌 也就是我們的生活平衡是非常接近的 也希望你可以幫我分享 音樂園 也希望 能夠有更多更多的光線 才會喚醒 讓這個地球 上面的人們 可以得到 平安 健康 喜悅 以及付出 感謝您的收看 希望 也喜歡我接下來 所拍攝的影片 Namaste